隋文帝时期 由于晋王杨广 意图谋取哥哥杨勇的太子位 利用各种伎俩 离间父母和哥哥杨勇的关系 使得太子杨勇 渐渐失去了父母的信任 隋文帝杨奸 也有了费力太子的念头 但太子杨勇 还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那就是在上高久 要想搬到杨勇 夺取太子位 必须先搬到高久 架空杨勇 那么杨广及其幕僚 是如何陷害高久的 被架空后的杨勇 又如何应对这种危险局面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五集 太子被架空 他是大随的缔造者 一生止咳皇后 剩下五子 他身心异母同胞的五兄弟 会同心协力 供保地义国将上 却不料太子的费力 使得兄弟间猜忌烦怒 相互杀 无一善终 隋文帝为何要废掉 长子杨勇的太子 之为 次次杨广 经历怎样的处心几率 当上了太子 太子的费力 给王朝埋下了怎样的 政治危机 存世38年的王朝 由空前兴盛到急速衰亡 到底经历了什么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 隋朝的义处风波 上一集我们讲到 晋王杨广 迫切地想取代大哥 杨勇的太子位 拉拢了掌权的 上书幼朴叶杨肃 他们决定啊 先谋划 推翻宰相高炯 高炯是太子杨勇的支持者 推翻了他 就断绝了杨勇的政治元首 就在杨广杨肃 两人联手的 开皇十九年 公元五百九十九年 九月 爆发了王世基案 王世基是从北周 进入隋朝的老城 立下了不少军功 官拜隋朝的梁州总管 和当时啊 许许多多跨越了 两个朝代的大臣一样 王世基在隋文帝 阳间篡位的时候啊 很难调适自己的心理 昨天还冲着宇文士三跪九寇 今天就要改向阳间叩拜了 一般的人啊 这个心理都很难迅速的示意 王世基这个人呢 王世基这个人啊 果然是一介五夫 太幼稚 太简单了 高冲最终没有做出回答 他也不好回答什么话 同时呢 高冲也没有举报 王世基心怀救助 看来啊 高冲还算是一个厚道人 事情过去了二十年 王世基的一个亲信 黄府孝邪犯了罪 官府到处抓捕他 黄府孝邪呢 就投奔王世基 恳求啊收留 王世基不愿意多事 闭门不纳 黄府孝邪啊 最后就被捕了 发配贵重 他恨死了王世基 就告发王世基啊 谋反 当然了 这是子虚乌有的诬告 本来是 打倒不了王世基的 但是 杨广杨素等人啊 翻出了王世基 和高冲的老仗 罗之罪名 指使有关部门啊 上奏说 王世基对本朝不满 囤积兵马 准备谋反 同时呢 指认宰相高冲 和王世基 交往联系 发现不满 高冲还接受了 王世基赠送的 河西宝马 他们啊 把真真假假的信息 都混合在一起 利用杨坚的 多疑猜忌 让杨坚 最终相信了诬告 王世基遇害 念在高冲辅佐 自己二十年的份上啊 杨坚 只是免去了 高冲的 尚书 佐朴叶职务 保留 齐国公爵位 赴贤 回家 杨广杨素等人 乘胜追击 不让高冲 有任何的喘息 不久 高冲身边的人 就尚书 举报 高冲的儿子 高表人 也就是太子 杨勇的女婿 在家里 劝慰父亲说 司马仪当初 称病不朝 最终获得了天下 父亲 您现在就和当年的 司马仪的遭遇一样 焉之非福 曹魏的时候啊 曹爽和司马仪争权 将司马仪 名声案将为太傅 司马仪呢 就假装有病 父贤在家养病 后来啊 趁曹爽不防备 发动了高平临政变 夺取了曹魏的实权 为后来啊 晋朝 篡夺曹魏的天下 打下了基础 如果 高表人 真的是拿父亲高冲 和司马仪 相提并论 不仅是不合适的 而且是存有谋逆之心 当然啦 我相信啊 高表人是一个 智商正常的成年人 处在政治世家当中啊 不太可能说这么 忤逆不道的话 但是 隋文帝杨坚 本来就是个多疑猜忌的人 他对政治上的任何不安全因素 都极为敏感 他看了上书以后啊 不便真为怒从心声啊 马上把高冲父子啊 抓起来审讯 杨广杨肃早已经买通了审讯的官员 几天以后 官员们就向杨坚提交了审讯结果 除了证实高冲父子 说话忤逆外 还审讯出啊 有人对高冲说 明年国有大丧 十七十八年 皇帝在大厄 十九年不可过 当年啊 正好是开皇十九年 正分明是在咒杨坚死 杨坚拿到这份审讯结果啊 之前二十年和高冲合作执政的感情 彻底淡化了 最终 杨坚将高冲父子削植为名 高冲彻底失去了政治实力 上书又谱业 杨肃很快顶替了高冲的地位 升任上书左谱业 高冲遭人诬陷 几天之中就从载辅高位 跌落为草根平民 暴露出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 君臣关系问题 大臣的地位是否稳固 完全建立在自己和皇帝的 私人关系基础之上 一旦皇帝对大臣有误解 大臣根本就没有申诉的渠道 甚至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皇帝的个人好物决定了大臣的命运 君臣之间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 一旦有什么关系障碍 就变成了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猜的游戏 如果皇帝是个多疑猜忌的人 比如杨坚 高冲就危险了 高冲现在变成了君臣 沟通不畅的又一个牺牲者 高冲如此 杨勇何尝不是如此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 皇帝和太子之间的沟通渠道 也不顺畅 高冲被削职为民 这让长期生活在安乐窝里的太子杨勇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杨勇知道 二弟杨广和新宰相杨肃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扳倒自己 而今自己已经失去了父母的信任 父皇杨坚也流露出了想要费力太子 而高冲的倒台又使得朝堂上 没有了能依靠的力量 面对多多逼人的杨广和杨肃 杨勇的内心既担心又害怕 那么接下来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这个节目随朝太子费力风云 怎么动用自己现有的资源进行谋偏布局 展开反击 相反他有不少荒唐的举动 杨勇为了保住太子位 主要的对策就是求助于分剑迷信 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政治骗子 装神弄鬼谋取私利 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新疯人 叫做王府贤 据说啊搞分剑迷信 很有一套 闷骗了不少的政治人物 杨勇听说他的名声以后呢 就招他过来询问自己的前程 王府贤掐指那么一算 说白红贯东宫门 太白席月 皇太子废退之相也 杨勇大惊赶紧问 大师我应该怎么办呢 王府贤啊就指导杨勇 应该如何如何 杨勇一一照办 用铜铁造了很多兵器 摆在宫中用来抵御天象 同时呢他还在东宫的后园里面 建立了数人村 自己开始是粗衣粗食 住在数人村 希望能够躲过不利的天象 他以为啊自己破衣烂衫的 上天就看不出他是太子了 就不能把坏运气施加在他的头上 上天有没有看到杨勇的种种努力啊 我们不得而知 隋文帝杨勇倒是看到了太子杨勇的 种种不寻常举动 杨勇啊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 要废除杨勇 他得知太子这种举动啊 知道杨勇的心中啊非常不安 就派再向杨素去观察杨勇 一来呢看看现在杨勇啊 情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可以呢杨勇呢也希望让杨素 做做杨勇的思想政治工作 杨勇啊把如此敏感的任务交给了杨素 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杨勇听说父皇派宰相杨素来东宫 整理好衣服在宫中啊迎接杨素到来 但是呢杨素就是站在宫门口不进来 拖延了很长时间 也不让人通报 杨勇啊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面 既不愿意屈尊主动出宫来迎接 又没有想到啊派人出来询问 就让局面这么僵持下去 而且时间越长 杨勇自己的情绪就越糟糕 在心里就不断地在那里埋怨杨素 等到把杨勇彻底激怒了以后 杨素这才迈进东宫大门和太子相见 杨勇自然是没有什么好脸色 两个人啊不着边际的谈了一会儿就散了 杨素回到隋文帝阳间那里啊 说太子杨勇如今啊愿望很深 情绪不太对 恐怕会有其他的变故 所以呢提醒杨勇要早做提防 杨勇听了杨素的结论 加深了对杨勇的猜忌和怀疑 与此同时 独孤皇后一直没有停止 针对杨勇的监视和窥探工作 也一直没有停止在丈夫杨勇的耳边说杨勇的坏话 他把侦查到的东宫的大事小事都戴着有色眼镜朝着负面的方向看 然后不断地传递给杨勇负面信息 这些信息啊刺激了杨勇心中对杨勇的不满 他不仅是疏远杨勇 而是开始防范这个情绪状态都不太正常的儿子可能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来 所以他布置了很多防范措施 比如杨勇就亲自安排了很多侦查兵观察太子杨勇的动静 遇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自己 又比如杨勇命令东宫所有的侍卫都隶属于各个卫府 隋朝的军队由皇帝控制的中央军和非直辖于皇帝的地方军组成 其中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军队设立了12个卫府 每个卫府统侠一个军 每军又设置一个大将军 比如左卫大将军就是左卫府的最高指挥官 现在杨勇命令太子身边的所有数位武装 在人事关系上要隶属于12个卫府 就等于是把太子的武装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即便如此杨勇还是不能彻底放心 他把东宫侍卫当中勇猛健硕的卫士全都开除 只给杨勇留下老落平庸的侍卫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勇这个人猜忌心之重 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之紧张 当时的杨勇正好六十岁 在隋朝六十岁算得上是高龄了 政治人物一旦年纪大了 疑心往往更重 隋书是这么说多疑猜忌重症患者杨勇的 歹于暮年 持法犹俊 喜怒不常 过于杀戮 喜怒无常 就已经很可怕了 问题是杨勇还不负一准颗律 也就是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完全把法律两个字抛到了脑后 杨勇常常认为啊 哪个官员有罪就下令把他斩首 甚至不惜皇帝之尊 清零奸战 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啊 让晚年的杨勇 渐渐失去了理智 晚年杨勇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那就是志德义满 越来越喜欢听好话 想亲俗 他不愿意听到坏消息和真实的情况 只希望陈鸣们啊 都歌颂他 齐声高唱 开黄盛世 既然天下一片太平 杨勇也就觉得自己不用把 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投在工作上 那么 晚年的杨勇主要在干什么呢 两个字 养生 之前我们谈到杨勇主持修建了仁寿宫 仁寿宫位于今天陕西凤翔境内 离京城啊 离京城啊较远 绝山构垫 绝鹤维持 环境优美 不仅仁寿宫 不仅可以避开大都市的各种污染 而且可以让杨勇推卸掉沉重的工作 所以呢 杨勇在仁寿宫完工后啊 就老往那跑 他们居住在仁寿宫的时间 比在首都的时间还要长 这也意味着隋文帝杨坚关注政治的经历少了 辨别是非的时间少了 他对首都的实际控制也就减落了 而杨广在开黄二十年 因为要北极匈奴的缘故 从遥远的江都返回了北方 他在首都的时间极大的增加了 这就便利了杨广杨素等人搞些小动作 看着父亲杨坚的年纪越来越大 杨广觉得必须要加快抢夺太子位的节奏 不然的话 一旦父皇驾崩 大哥杨勇顺理成章就要继位成帝了 于是他决定给予哥哥杨勇以致命的击 那么杨广的这次攻击能否达到目的 取代杨勇夺得太子为难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随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五集太子被假空 时间紧迫 机会难得 图谋推翻太子的阴谋集团 觉得必须要给予杨勇最后一击 之前杨广派遣党羽断达去拉拢太子杨勇身边的亲信 鸡威送了鸡威很多金银财宝 把鸡威发展成一个安插在太子杨勇身边的内奸 县人 东宫的很多消息就是鸡威密报杨素 经过杨素杨广等人加工后 转化为攻击杨勇的弹药 杨勇备受打击 鸡威在其中出了不少力 现在杨广又让断达威胁鸡威说 皇上已经草拟了密招 要废掉杨勇改立晋王为太子 你如果能投靠晋王 前面有大富贵等着你 鸡威没有什么犹豫 同意充当打手 给太子杨勇致命一击 那么杨广等人将会如何打击杨勇呢 幕后的具体操作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对杨勇遭到废除的最终场景 随书又非常详细的描写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开皇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年九月 随文帝杨坚结束了在仁寿宫的修养 返回京城 第二天 杨坚就在大兴殿召集群城 要公布重大消息 他严肃地对东宫的官署说 我每次从仁寿宫返回京师 沿途都要加强安全护卫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仿佛在敌国一般 我担心有人加害 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昨天我得了利己 晚上本来想去后殿上厕所 因为担心有危险 硬是去前殿方便 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你们这些人在坏我国家吗 皇帝这一句把东宫官员们吓得不轻 大家是面面相去 就在他们都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 杨坚一声令下 把太子左庶子唐令泽等好几个东宫的主要官员 立刻逮捕 教司法部门严刑审讯 这个唐令泽是当时的文学家音乐家 太子杨勇很欣赏他 两个人常常是一起厌游玩耍 算得上是杨勇的心腹 杨坚接着让杨肃宣布太子的罪状 杨肃就添油加醋地说了起来 臣之前奉皇上旨意 令皇太子搜查刘居士与党 太子奉招非常气愤 对臣说 居士党羽都已经伏法 让我到哪儿去搜查 你是左溥业 职权很大 自己去搜官我何事 太子还说 如果大事不遂 我先被杀 皇上现在待我 还不如那几个弟弟 没有一件事能让我自由 太子还感叹 我太受刺激了 应该说杨勇这个人为人直率 不太会掩饰自己的情绪 他可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但是呢 在杨肃天油加醋的这个述说之下 在气头上的杨坚听起来 就是大逆不道 杨坚紧接着杨肃的话说啊 此而不堪臣寺久矣 皇后一直劝我废了他 我考虑他是我登基前所生 又是长子 所以希望他能渐渐改正 隐忍至今 想不到他变本加厉 越来越荒唐了 今天我就要废除太子 以安天下 虽然太子杨勇 要遭废除的传闻啊 已经流传很久了 但是 等这一刻来到了面前 而且是由皇帝 亲自用如此激烈的态度 表达出来 大臣们还是惊呆了 当时就有支持太子杨勇的大臣 站出来表示反对 到底是谁 在隋文帝圣怒之下 还站出来替杨勇说话呢 杨广杨肃等人收买的内奸鸡威 又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废除太子并非一件简单的事 杨勇是否就在当天被废掉了呢 欢迎大家收看 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隋文帝杨坚对太子杨勇 彻底失去了信任 他召集大臣 正式宣布废除太子杨勇 那么杨坚列举了哪些废除理由 这些理由能否服众 太子杨勇和他的支持者 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呢 在明天的节目里将继续为您讲述 杨勇被废 区别人清派 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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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k